學生們拿起掃把 不停掃啊掃的 急著要把結晶群裡的積水及泥沙 全掃到排水溝裡去 一旁還有人忙著慘鹽堆 顧不得齊裡脹兮兮 大伙穿著雨鞋拖鞋 同心合力 幹著重建百年鹽田風貌 一天之內 我們就集結了150個人報名人士 那這一點其實讓我非常的感動 由雲嘉南風景區管理處 與民間一起發動的 百名志工復原鹽田行動 集結了近200人大動員 因為勤栽繳瓦盤鹽田 已經有206年的歷史了 是台灣現存最古老的鹽田 海米颱風來襲 北門地區災情嚴重 鹽田被淹沒 半截階梯泡在水裡 白白的鹽堆全溶解不見了 損失十分慘重 總共要花了個十分的鹽 來恢復中共有一堆的小鹽田 志工們不怕辛苦一起投入 期盼可以盡速恢復西洋鹽田美景 這鹽怕水 台南七股鹽山也縮小了 這邊 所以它有一點退縮進去 在這邊就往裡頭 通往鹽山頂的階梯 慘破不堪無法通行 這幾天下雨的榮損 大概是上千噸 台灣公司下個禮拜也會有新的鹽 來做一些鹽山的一些維護 鹽田鹽山全泡水 風災過後大夥只能趕緊想辦法重建 TVBS新聞顧守昌 泰南報導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Owin